白宫发言人佩里诺周三表示,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当天上午与布什总统的会面中谈到了小英号事件。 而五角大楼发言人也表示,为此正式提出抗议。 他们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拒绝小英号访问香港, 但是他也表示,这一事件不会影响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, 也不会影响到刚刚确定建立的美中军事热线。 美国小英号航空母舰以日本横须贺作为基地, 舰队原计划11月21日访问香港, 但是中方先是拒绝了美方的要求, 随后又出于人道考虑改变了决定, 允许小英号停靠香港, 但是小英号最终放弃访问香港而返回日本横须贺基地。